台湾艺术大学师生的表演 揭开了新北美术馆动土开工典礼 市长朱玉伦表示 美术馆坐落于英哥 占地有2.5公寝 室内面积9800平 市建筑大师姚仁喜结合三音自然风土 以芦苇丛中的现代美术馆为灵感 打破封闭式建筑 让美术馆自然与环境共存的挑战式设计 芦苇中的现代美术馆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设计图 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棒 但是我们也知道挑战非常的大 几乎每一个要来招标的过程 大家一听到这个就说 哇 这个是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所以我们经过7次的招标 总算今天能够顺利的来招标 之后要来动工 而朱一文市长也带领委会人员 进行开工祈福祭拜 预计民国111年美术馆可以开馆营运 而区公所也表示 会尽量予以协助让时工期间 所带的冲击较到最低 另外新北市议员当选人苏宏青 则是建议可以设置交通转运中心 改善当地的交通问题 虽然美术馆还需要4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但这4年我们会来做一些相关的协助 包括它的交通的需要 以及它整个施工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 我们都会全力来配合 再把三峡跟鹰哥这边的景点 结合四立美术馆串联起来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交通转运中心 结合捷运 将来可以大幅的改善这个假日 观光客人潮众多庸涩的情形 第一场开地平安共同顺利 而美术馆除了主体建设 另外设有儿童美术馆及户外艺术街坊 致力于儿童美学的扎根及艺术推广 未来还结合鹰哥陶瓷博物馆 一起带动大三鹰地区的艺文观光发展 中江新闻张宜勋卢秀娟 鹰哥厂报道